上回书 正说到钦差大臣 严查散 把白玉堂叫到屋里头 再一看白玉堂那脸色 都是青色的 五弟 你想什么呢 什么我都没讲 不对 不对啊 你糊弄哥哥 你是不是生气了 你发现这个印没找回来 你是不是搅得你上了当了 对 大哥 你看这个贼有多狡猾 嗯 没想到我白玉堂 终早每日打燕 叫燕把我眼睛给牵了 哥哥 我跟您商量点事 不不 别商量 没什么可商量的 兄弟 不印丢了吗 丢他就丢 那么也不能当水喝 也不能当饭吃 算个什么 他偷就叫他偷去呗 顶多 朝廷将旨 怪罪我了 做官的丢了印 把我官给我撸了 撸了更好 我就回家务农 当老百姓去 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现在我看 当官 我也当腻了 兄弟 别认真 别生气 丢 他就丢 嘿嘿嘿 白武爷一阵冷笑 哥哥 难为你投名的状元 能说出这种没窒息的话 什么 当官的丢印就丢了 你命愿什么官撸了 回家抱孩子去 这向男子汉大丈夫说的话 这向国家大臣说的话 冲什么把印丢了 哥哥 你甘心 我不甘心 我小明是国家御赐的二品副将 我出来 除了保卫你的安全之外 也跟我有直接的关系 我这跟头 我栽不起 这个人 我丢不起 我就想跟哥哥你杀 能不能允许小弟 我敢问 襄阳王府 想什么办法 把印 我得弄回来 弄不回来 我白鱼汤 命死 我不活了 兄弟 兄弟 我就怕你这种 方才我为什么说那套话 我怕你生气 你要听哥哥的话 咱就吃个哑不亏 丢就丢 暂时 先叫他保管几日 等我们冤兵来了 再找他一块算账 还不行吗 先例 无论如何 哥哥你要听我的话 哥哥 你都急死我了 我求求你 不行 不行啊 哪儿我也不让你去 你要不听我的话 一凶就死在你的面前 众位 这盐茶散可不糊涂啊 他能不着急吗 你干什么吃的 你把钦财大臣的官坊丢了 掉脑子的醉 但是他不能这么说呀 本来白鱼汤就有火 你再这么一说 火上浇油了 他就得说点泄气的话 那个意思把白鱼汤安扶住了 盐茶散也知道 现在人单事故 能忍咱就先忍 要不就动硬的 根本就不行 所以他说出这番话来 白鱼汤说什么也听不下去 哥俩吵了个脸红脖子粗 最后盐茶人 用命令的行使 就是不允兴你去 连门也不信给我出 赶紧睡觉去吧 白五爷实在没办法 不错是蒙兄弟 但是人家是钦差呀 你在人家手下 人家说话就是命令 没有办法气得他 一跺脚回了屋来 眼察散不放心 白鱼汤叫过来了 鱼汤 今天晚上你不用刺讽我 你刺讽你武叔 你就搬到他那屋住去 从今以后你跟他寸步不离 哪也不行让他去 你懂吗 我懂 如果让你武叔离开公馆 我要你的狗命 是 奴才知道了 所以白鱼汤刚回屋 鱼汤也来了 手下有俩人把行李还加来了 白鱼汤一看 鱼汤 这干什么 嘿嘿 叔叔啊 我怕你一个人寂寞 我搬这屋来跟你做伴来了 咱俩俩一闹是多有意思 白鱼汤多聪明 知道了 总之的阎鱼汤把他派来监视自己的 所以也没理他 脸朝礼 躺到床上 鱼汤把床也治好了 行李也扑完了 凑到白鱼汤的床前 武叔啊 谢谢了 别生气 您看别人不知道您怎么回事 我还不知道 您是天下第一的英雄 您的人又要脸又有志气 其实啊 用不着 要那么大志气干什么呢 能对付这活着就得了呗 他偷印 他偷他的呗 顶多那是一块金子 他把它画了 变点钱花 咱不有的是 朝廷把国库打开 剥出点金子来 再铸造几颗印 不就得了吗 您说吧您气那样 你们老哥俩还闹个半红的 而且干什么呢 是不是 说说 我把衣服给您脱了 睡觉 说着 就扒白鱼汤的靴子 那鱼汤多聪明 白鱼汤没办法 就要再把靴子扒了 鱼汤呀 把鞋给藏起来了 听说这回没鞋 我看你上哪去 白鱼汤说我困了 我打算休息休息 把背往脑袋上一蒙 他不言语了 鱼汤呢 就坐到床上看着 这一天没事 到了第二天 白鱼汤睡了一大天也没起来 吃饭的时候一语不发 到了晚上又倒头便睡 鱼汤就钉钉在他看着 一直看了他三天呢 到了第四天头上 雨沫正在这看着呢 白鱼汤起来了 把雨沫吓一跳 叔叔您干什么 我到厕所 您就在屋里玩我跟您倒 您要拉屎那有盆 您要尿尿那有夜屋 什么话说 我挺大人在屋里方便 我到外面 您那我得拽着你点 这雨沫这孩子还真实在 拉着白鱼汤的衣服 一直跟着厕所 揭完手 白鱼汤回来 叔叔您睡吧 雨沫呀 现在什么时候呢 都起了羹了 大人呢 大人这两天也乏了 都睡了 您吃点什么 不 雨沫 叔叔跟你商量点事情 不 不行 不行啊 您免开尊口 您没说 我就明白什么意思 你想上襄阳王府 打算让我把你放了 你打算去取印 对不 没门 没门啊 您就老实睡觉 大人的堂 哪也不许让你去 就等着那些英雄 别杀了 别杀了 雨沫 你听叔叔把话跟你说完了 做官的就得有印 没印叫什么官 虽然说这个东西 不当吃 不当喝 这玩意可犯法呀 要叫当今皇上知道 大人把印丢了 掉头之罪 连你跟着又活不了啊 哈儿啊 你是个聪明人 这点道理你能不懂吗 再拿叔叔我来说 我是武将 我是保护你们大人 公管的安危 都在我身上 那么印丢了 没我的责任吗 朝廷要怪罪 我也活不了 咱倒不是怕死 你说朝廷下了旨意 把我们杀了 就这么委屈的死了 好啊 还是我死的 襄阳 王府好 慢说我还死不了 我到那块 要想方设法 能把印取回来 对你们大人 对我 对你有什么不好呢 哈儿啊 你就答应叔叔的要求 不 不行啊 你别跟我讲这些臭道理 爱怎么的怎么的 大人说什么 我就听什么 反正不能让你去 那爱怎么死 怎么死 不都是一样死 咱宁愿叫朝廷杀了 也不去冒内险 孩子 你听我的 不听 我不听 于墨把耳朵堵上 白武汤怎么说 于墨也不答应 最后白武也把眼一瞪 于墨 孩子 要既然这样 叔叔我可对不起你 哎 对不起你还宰我怎么的 那你宰吧 宰到不能 我想叫你捆上 快 于墨还没等说话 就像白武汤一伸手 他熬领的抓住 往怀里一带成 李小吉一样 摁在地下 叔叔你干什么 他嘴给他堵上来 白武汤也难过 不乐意这么大 能舍得下手吗 但是这事比他 拿根绳子 把于墨给捆上来 怕他操着 把他嘴还给他堵上来 哎呦 于墨眼泪都掉下来了 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 哎哎哎 于墨 叔叔对不起你 你要是通行达理 我何须这样 我这样子做 孩子你先受点委屈 天一亮 有人就会把你放在 叔叔我 赶奔冲销楼 夜入王府 无论如何 把金银 我要取回来 好啊 咱就这么地了 说着 他把雨墨抱到床上 拿背后 连脑的带屁股给盖上来 白个堂呢 周深大价 锦尘利落 背背 单刀 斜垮 啵啵啵囊 都收拾完了 刚要走 想起点事的 来到桌子前边 把文房四宝 准备好了 提提笔来 给盐查散 留下封信 你说什么话 也不说 不像话 这个信怎么写的呢 大致的意思 就像对雨墨说那样 说大哥 我对不起你 我抗令无尊了 你怎么处分我都行 今夜晚间 我要夜入襄阳王府 把印 无论如何 我找回来 如果把印找回来呢 天亮以前 我肯定回来 如果天亮时候 我不回来 白糖写的这就顿了一下 不回来怎么办呢 那还用问 那就是出事了 如果我不回来 他这笔停住了 往下想想词 心里的一阵乱 想不起什么词来 最后气得啪啪鼻摔 就写了这么半封信 写完了 一口把灯光纸灭 转身 他出来 他在院挺肃醒 凝身上方 紧跟着 施展陆地 沸腾发射 赶奔 西洋洋王府 这回白玉堂 抱着 必死的决心 一边走着 一边想 赵决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你们能偷印 我还能偷呢 大会儿不提 我把印得回来 我要你这狗命 这个姓邓的邓车 你把我欺骗了 我跟你玩不了 他心里想着 脚下家庭 眨眼之间 到了王府了 前文书咱讲过 他来了一次 这叫轻车熟路 找到铁瓦阴安恋 双脚扣住 阴阳瓦 使的是珍珠倒卷帘 白玉堂 仔细往屋看 就见这屋里的 明灯蜡 高潭扣了 八个人一桌 八个人一桌 划拳行令 正在热烈的祝贺 就见那赵爵 比别人都高兴 俩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走来 我们众人 应当给我的贤弟邓车 好好敬几杯酒 他为我们立了大功了 好不好 给邓庄祖惊挑 惊挑 为什么要祝贺 就因为邓车 倒来大印 而且是大获全胜 香阳王赵爵 给邓车寄了大攻击剑 官生一击 就把他签生为一品的王冠 所以群贼啊 都给他祝贺 有乐的就有哭的 贼人当中反应不一样 有的恨邓车 认为他偷鸡取巧 钻了个空 有的认为邓车真有能耐 还有人最恨他 谁呀 小诸葛 沈中渊 这个沈中渊 咱们过去提过 别看他投身 露林 这人还不错 在贼人当中 很主张正义 另外 他总想着弃暗投明 就是因为没有那个机会 所以呢 现在还在贼人当中待着 他那侄儿就是神虎 跟邓车一块到公馆行刺 没想到邓车回来 把神虎扔在那儿 他从邓车嘴里才了解到 侄儿啊 叫人家活着了 那还有个好呢 沈中渊 外号人称 叫小诸葛 眼睛毛都是空的 他一听邓车说 这经过 明白了 把侄儿叫他给卖了 心中暗自私想 姓邓他 你可太不够朋友了 你还有没点人性呢 你把真印 给偷回来了 弄个印盒 让我侄儿背着 结果他挂了个幌子 让白玉堂给抓回去了 你这不是出卖朋友吗 他有心拉家伙 跟邓车玩命 但是一看这形势 玩不过人家 一则 邓车比自己能为大 二一则 人家手下有一伙人 第三 现在立了功了 是襄阳王眼里的红人 从这几点关系 所以小诸葛 沈中原是暗气暗憋 别看他也说也笑 心里早就打好主意了 心说心灯的 你等着我 常感激 没有遇不上亲戚的时候 你等着 早晚有一天 我非给我侄儿 报仇 血恨 不可 你说邓车呀 升了官了 也立了功了 结果也被人惦记上了 正在这么个时候 白玉堂到了 白五爷在房上一听 底下这份吹 把他的肺都欺插 他真想拉家伙跳下去 杀七个宰八个 出一出胸中的恶气 但是又一想且慢 我今儿个来 不是为玩命 我是为大雁来的 想方设法 能把钦差大人的官方得回去 我就算没白来 所以白玉堂 把自己控制住 他又听了一会儿 听出来了 正车正在下边白玉 王家千岁 要说高 还得是您高 您看您出这主意 把三官这颗印 挂到冲销楼 这地方多保险 这主意有多高 让三峡武艺 干当眼 哪一个赶进冲销楼 哪一个赶去取宴 他要取宴也没关系 得把狗命扔的呢 看来王爷 您比别人还是高的 多的多呀 哈哈哈哈 嗯 襄阳王也乐 公就是这个主意 把他搁到冲销楼最保险 我看他们哪一个能得得回去 不但是这样 明天呢 我还要派人 上钦差的公馆去用宴 我就说我凉全 叫他给我盖个印 我领凉 三官拿什么给我用印 要没有印 叫他土豆搬家 给我滚蛋 我不承认他这个钦差 啊 你们说怎么样 好嘴 好嘴 白武艺一听 哦 把印放到冲销楼了 这可讲不了 我得走一趟 到了现在 白玉堂把志华 告诉他那些话 全都扔到九霄云外啊 这个事可也难说 换个别人 也压不住活 白玉堂一想 真像襄阳王说的那样 明天就用印 大人拿不住印来 叫人家找着借口的 要连你走 你有什么说的 你说你偷了我的印了 你有什么证据 你就有一个神虎 人家不承认 你能把想想妈如何 这事难啊 最好的主意 就是今儿晚上 我把印能倒回去 明天你一用印 你憋不住我们 这叫君子人 渡志不渡气 白玉堂想到这儿 一转身 赶奔九弓八卦 连魂谱 前者咱们说过一回 白老五这次来 轻车熟路 仍然利用老办法 越过大墙 脚下踩着腕子 来到冲销楼下 顺着台阶上 今天一算计 应当走南方 丙丙火 古人迷信 认为这个地方吉利 他迈步到了台阶上 用手抓住 瘦面雕的铜纹 往左面扭了八扣 身子往旁边一闪 就见这两扇珠门 咋着 自动开放 从里面 打出三只飞镖来 啪啪啪 因为白玉堂都躲开了 所以没上这人 打完了 白玉堂站起身来 迈步才进了冲销楼 他呀 也一百二十个注意 往里边走着 他那心都提着嗓子眼 有时候拿刀尖问路 戳戳这 通通那 恐怕万中有意 就这么样 他走到中央无忌土 到了一楼的正中心 一脚门里 一脚门外 还没等他进通销楼 那可了不得 就听见身边备好 啊 惊天动地 是西洋的衣裳 好 我回应不得你 大声 的 下 我回应不得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